别的异世界龙傲天都是开局被队友卖了, 然后走龙王柜来打脸流, 结果这番的男主开局把队友卖了, 诺埃尔拥有最弱的辅助智能话术是, 虽然势力不怎么样, 但他的外公人送外号不灭恶鬼, 在诺埃尔还小的时候, 故乡曾遭遇过一次恶魔侵袭, 深渊浓度甚至足以让魔王降临, 所以为了保护诺埃尔和乡亲们, 诺埃尔的外公久违地扛起了斧头, 单枪匹马和恶魔战斗, 为援军的到来争取时间, 等到一切都结束之后, 诺埃尔在战场上找到了奄奄一息的外公, 外公告诉诺埃尔, 这就是探索者最后的下场, 即便如此, 你还是要当探索者吗? 诺埃尔哭着说要, 还向外公保证一定会成为最厉害的探索者, 最后外公拼尽力气摸了摸他的头, 就永远地离开了, 三年之后, 诺埃尔按照约定成为了探索者, 还和另外三人组成队伍, 在战斗中, 大家都要听从诺埃尔的指示, 虽然他是最弱的话术士, 他们这次的敌人是下级吸血鬼, 实力不济, 但数量繁多, 并且全都是女王吸血鬼独自繁殖的, 诺埃尔他们解决了一批下级吸血鬼之后, 还要把头全部割掉, 不然可是会再生的, 对于沃尔特不理解, 既然这些吸血鬼都是女王吸血鬼的郡族, 那为什么不直接干掉源头呢? 这样郡族也会停止行动, 这边诺埃尔一票否决, 因为他们四个都是C级探索者, 直接迎战女王胜率不高, 所以先将小洛洛解决掉, 任务成功概率才会大幅提升, 沃尔特不情不愿答应了下来, 毕竟他们小队的规矩就是战斗全由诺埃尔这个辅助职能掌控, 他们C级探索者可以做B级的工作, 也全靠诺埃尔去交涉, 只是这番话在诺埃尔听来无疑于挖过和鱿鱼, 只因为他的智能只能用来支援, 根本没有战斗的力量, 可以说没有同伴就没有发挥的余地, 诺埃尔刚想说些什么, 就感受到了身后的气息, 立刻让大家快趴下, 与此同时, 一头魔物喷出了绿色的气体, 诺埃尔没来得及躲开, 卢维德便让塔尼亚负责支援, 自己和沃尔特进去救人, 没想到一头多臂吸血鬼一巴掌就把塔尼亚拍飞, 看来这就是女王了, 没有诺埃尔的增议, 战士们都发挥不出平常的力量, 沃尔特就痛骂诺埃尔, 你这样还算是话术式吗? 你一句话就把诺埃尔给骂清醒了, 跑出手枪就朝吸血鬼射了一枪, 接下来就让他见识一下话术式的战斗方式, 随后开始展开各项技能, 给队友们上了一堆buff, 同时指示他们如何战斗, 大家也全身心信任诺埃尔, 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结果没想到上面还有浮兵, 塔尼亚顿时心生恐惧, 诺埃尔直接给他下精神指示, 让他压下恐惧之心, 然后自己在手表上射了74秒的时间, 拿着手枪就亲自去对付小罗罗, 让三个队友全力攻击女王吸血鬼, 他一边下打指示, 一边通过那些辅助技能战斗, 先用跑小将三只小罗罗震晕晕, 又开枪射击, 瞬间就冻住了其中两只, 现在子弹还剩一发, 时间也只剩下43秒, 最后一只正在朝诺埃尔奔来, 诺埃尔却转身朝女王开枪, 然后让卢伊德和沃尔特趁机对本体发动攻击技能, 在小罗罗即将触碰到诺埃尔的那一瞬间, 本体被塔尼亚和沃尔特合并斩杀, 小罗罗的行动自然也随之停止, 刚好74秒, 全都在诺埃尔的预料之中, 就是因为他每一次的精准判断, 队友们才会这么信任他, 诺埃尔也会想起小时候外公跟他说的, 他的体内沉睡着和自己一样的探索者才能, 不管他是什么职能, 外公都会把他培养成最棒的探索者, 而诺埃尔的梦想, 就是以罪漏的话术式职能, 成为超越外公的最强探索者, 任务完成后, 诺埃尔小队回到了帝国的帝都, 这个城市因为发展魔工文明而繁荣, 所以比其他国家更容易深渊化, 不过帝国通过研究并加以运用 从恶魔身上得到的素材, 大力发展了魔工技术, 也让国家经济繁荣了起来, 在这样的环境下, 探索者就成为了值得尊敬的存在, 诺埃尔他们四个人找了家酒馆庆祝, 这三个队友诺埃尔都还算满意, 而他需要和这些同伴累积经验, 朝着自己的梦想迈进, 看诺埃尔一直都没什么笑容, 沃尔特主动凑了上来, 还以为他是因为刚刚没能多拿一点报酬 而耿耿于怀, 便教育诺埃尔, 探索者要大忌一点啊, 你外公应该也说过类似的话吧, 然而外公当初告诉诺埃尔的是, 身为探索者就要注重金钱, 有钱才能买最高级的装备, 才能不断往上爬, 正是有这样的三观, 外公才被称为恶鬼, 总而言之一句话不能被人小看, 诺埃尔表示自己并没有耿耿于怀, 这件事已经可以翻篇了, 塔尼亚也毫不犹豫站在了诺埃尔这边, 诺埃尔直接一通输出把沃尔特给整不会了, 面对那些嘲讽的话语, 沃尔特开始口不择言, 说诺埃尔是个指挥在后面下指令的弱机, 在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的时候, 只会躲在安全地带摸鱼, 诺埃尔一点没生气, 又开始坐坐地吹捧起了沃尔特的战斗因子, 眼看两人要打起来了, 队长罗伊德赶紧站出来阻止, 大家散会开始分配报酬, 检举队伍经营费和装备修理费, 最后每个人只能分到25万, 罗伊德安慰塔尼亚, 反正队伍的资金正在增加, 如果下次也能接到大姓委托的话, 还能赚到差不多的金额呢, 但诺埃尔可没这么乐观, 他们毕竟只是小队, 跟直接向国家界委托的战团不同, 只能算下游承包商, 他问罗伊德队伍资金现在有多少了, 罗伊德回答还有1280万, 这个数字也差不多了, 所以诺埃尔打算用这笔钱来建立战团, 创立社团需要上缴2000万给国家, 诺埃尔甚至表示剩下的720万由他个人出资, 罗伊德和塔尼亚都不太赞同, 毕竟他们还都只是新人, 可诺埃尔却觉得与其一直这样减灵活, 还不如拼一把, 反正他已经掌握了经营战团所需的知识了, 接下来只需要在实战里得到可靠经验, 如果一直裹足不前, 永远都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可罗伊德还是没什么自信, 因为他们都很年轻, 经验也不足, 国家怎么会信任他们呢? 诺埃尔却说, 他们队伍的人都长得很好看, 国家推崇探索者, 而有名的探索者将会成为国民憧憬的对象, 年轻漂亮且光鲜亮丽的探索者最容易出名了, 很多战团会成功都是受益于有这样的团员, 如果能跟企业签约的话, 还能得到一笔赞助费呢, 沃尔特被诺埃尔的话打动, 决定站在他这一边, 当然最终还是要由罗伊德这个队长来决定, 所以诺埃尔直接放话, 如果不能创立战团, 那就把我那份队伍资金还给我, 我当场退队, 因为他的梦想可是成为超越不灭恶鬼的探索者, 听到诺埃尔这句话, 罗伊德也似乎被打动了, 终于同意创立战团的事情了, 不过他要求等到后天再详谈, 大家散会各回各家, 塔尼亚却突然叫住诺埃尔, 可最终什么都没说, 等到了第三天, 沃尔特突然冲到诺埃尔的旅馆, 大喊大事不妙, 说罗伊德和塔尼亚背叛了他们, 两人只给诺埃尔和沃尔特留了张纸条, 说罗伊德投资失败, 欠下巨债, 为了还清贷款, 就挪用了一千多万的队伍资金, 诺埃尔非要创办战团, 让他骑虎难下, 干脆直接跑路了, 没想到诺埃尔看完字条后一点儿都不慌, 还嘲笑起了罗伊德, 听了一关老板说, 罗伊德和塔尼亚是昨晚八点离开的, 已经过去了一个晚上, 不过那两人为了掩人耳目, 应该不会骑马, 如果诺埃尔他们能见到马的话, 再查一查他俩是从哪个城门走的, 或许能追上, 沃尔特一听立马就打算行动起来, 却被诺埃尔阻拦, 毕竟那两人的行为可是背叛, 搞不好他们双方要互相残杀, 他们一个战士一个辅助, 能稳赢对面一个战士一个治疗吗, 当然诺埃尔可没打算忍气吞声, 他已经想好了复仇计划, 直接跑到酒馆下了个悬赏令, 说罗伊德和塔尼亚弄用队伍资金叛逃了, 如果有人能活捉他们, 自己愿意给两百万报酬, 果然立刻就有队伍接下来委托, 诺埃尔将目前掌握到的情报告诉了对方, 那只队伍马上就出发了, 其他队伍见状便演技吸鼓, 只有一个大叔主动找到诺埃尔, 说想借一步说话, 到了小巷子之后才告诉诺埃尔, 他知道罗伊德和塔尼亚的所在地, 昨天晚上他刚好和符合那两人特征的旅人擦肩而过, 然而诺埃尔却将报酬降到了一百万, 因为他知道这个大叔愿意分享情报, 是因为自己队伍的实力无法保证活捉那两人, 需要诺埃尔和沃尔特的帮忙, 诺埃尔态度坚定, 又能说会道, 坚持一百万不松口, 而这个大叔看起来又是那么落魄, 只能答应这个条件, 然后告诉诺埃尔, 他是在南门跟那两人擦肩而过的, 他们的目的应该是卡尔诺村, 诺埃尔就让他召集同伴去南门等他们, 还让沃尔特跟着一起, 而自己还需要再处理一些事情, 人员集合后大家就起码出发了, 而路易德和塔尼亚也的确去了卡尔诺村, 并且准备在这里歇脚, 没想到还没进村就被埋伏了, 诺埃尔直接打了他们一个出气不易, 两人只能束手就擒, 沃尔特气愤不已, 质问罗伊德为什么要背叛他们, 诺埃尔却已经没心情对这两人生气了, 只是问他们下机吸血鬼的报酬去哪了, 没想到也被罗伊德用掉了, 诺埃尔顿时明白了过来, 投资失败什么的肯定是假的, 罗伊德是染上赌博了, 所以才会欠一大堆债, 沃尔特一听更生气了, 那可是他们卖命才赚来的钱, 居然就这么全都输掉了, 罗伊德也很生气, 还说他们根本不懂队长承受的压力, 就好像是有人逼着他去赌博的一样, 还责怪沃尔特和诺埃尔把队长的责任强压在他身上, 话还没说完就被诺埃尔一脚踹翻在地, 提醒他别忘了, 当初说想当队长的人是他, 而他会赌博欠债, 只是因为他是个废物, 诺埃尔一脚接着一脚宣泄自己的愤怒, 连沃尔特都看不下去了, 塔尼亚赶紧开口帮罗伊德求情, 可惜诺埃尔并没有怜香惜玉的想法, 问他是不是想代替罗伊德被自己踢爆, 又用了精神控制, 让塔尼亚说出实情, 原来塔尼亚也参与了赌博, 但他觉得都要怪罗伊德那个笨蛋, 话说完再回过身来, 斥责诺埃尔居然因为私利而使用精神干涉系的技能, 这可是要进监狱的, 然而他忘了, 他可是擅自浪用队伍资金的罪犯啊, 按照帝国法律, 这是可以用在罪犯身上的, 所以要去监狱的会是他们两个, 诺埃尔乐呵呵地恭喜, 他们洗英十年强制劳动, 而大叔只关心他们什么时候能拿到报酬, 诺埃尔让他们别着急, 大叔不服气想要动手, 还被他狠狠打了一拳, 这一招叫做心脏震荡, 是外公交给诺埃尔的, 在心脏正上方寄予强力冲击, 让心脏跳动暂时性麻痹, 大叔的队友们只能抬着他退到一边, 而诺埃尔也终于等来了他要等的人, 居然是个男大姐, 几度规模最大的黑帮的少帅副手菲诺, 人送外号疯狂小丑, 菲诺似乎是诺埃尔的痴汉, 诺埃尔让他干啥他就能干啥, 而诺埃尔早就猜到那两人身上已经没钱了, 所以提前请菲诺帮忙, 依上来就说要把罗伊德和塔尼亚 卖给菲诺当奴隶, 然后用那笔钱填补失去的金额, 还故意搞塔尼亚心态, 说他们如果被抓去坐牢的话, 需要在环境恶劣的矿山中从事义务劳动, 生存率可能只有2%, 还不如被卖去当奴隶的, 菲诺乐呵呵地跑去补价, 结果这两人加起来才值600万, 因为最近教会要颁布清贫教令, 禁止奢侈, 贵族们都不敢买高价奴隶, 诺埃尔便开始了讨价还价, 而且价格还越涨越高, 最后直接涨到了1500万, 这下连菲诺都保不住他了, 诺埃尔的理由就是, 如果菲诺愿意用1500万买下他们, 买下的,这样大家都会以为这两人是奇获可居, 再加上罗伊德和塔尼亚长得都很不错, 一番操作就能轰抬物价, 菲诺完全可以真的3000万卖出去, 中间的差价全都由他赚了, 虽然有风险, 不过能大赚一笔, 菲诺还是同意了, 还想拉拢诺埃尔加入自己的团队, 可惜诺埃尔只想当探索者, 接着菲诺又用威亚逼迫在场的其他人风口, 塔尼亚还想为自己求情, 但他背叛同伴在先, 不管诺埃尔还是沃尔特都无懂于衷, 火防的塔尼亚就冲着他们破口大骂, 很快就被菲诺给带走了, 拿到钱的诺埃尔将其中的100万给了大叔, 被对方记得直呼恶魔, 殊不知这个称呼反而让诺埃尔很高兴, 他打算用这个恶名成为世界最强的人, 第二天诺埃尔和沃尔特分别, 因为沃尔特已经打算放弃当探索者了, 尽管诺埃尔已经挽留过, 还邀请他重组小队, 却还是被拒绝了, 于是诺埃尔早上便来为他送情, 沃尔特心情有些复杂, 他知道塔尼亚真正喜欢的人其实是诺埃尔, 然而诺埃尔跟他们追求的东西都不一样, 只想一心让自己变强, 和他们三个人格格不入, 沃尔特遥遥对着诺埃尔的背影敬了一杯, 而诺埃尔也即将从头开始, 现在大家都知道诺埃尔没有队伍了, 酒馆的探索者沃尔夫便向他抛来橄榄枝, 这个死电狼团也算是一支不错的队伍, 队内成员的实力都不容小觑, 可惜诺埃尔还是想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队伍, 所以除非是沃尔夫把队长位置让给他, 不然他是不会加入的, 就在几个人讨论的时候, 一位神秘少女突然出现在他们身边, 少女自我介绍叫阿尼玛, 已经21岁了, 沃尔夫和他的队友们对这个少女很感兴趣, 纷纷开始查户口, 诺埃尔却只关心他的职能和积极, 阿尼玛回答是C级之后, 之后的队伍中也算是比较有用的职能, 诺埃尔心里已经有了决定, 然后问了阿尼玛最后一个问题, 你成为探索者的理由是什么? 阿尼玛坦诚回答, 自己对探索者没有兴趣, 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不灭恶鬼的外孙, 爷就是诺埃尔本人, 原来阿尼玛的爷爷跟诺埃尔的外公还有点淵远, 两人曾经战斗过, 阿尼玛爷爷的右手当场被砍下来, 当然他找诺埃尔并不是为了报仇, 真是好奇罢了, 加上阿尼玛又抱上了自己爷爷的大名尤迪卡雷, 酒馆离所有人听到这个名字都是大惊失色, 这位可是暗杀者教团的初代团长, 而暗杀者教团是只要给钱就能杀人的神秘团体, 尤迪卡雷更是传闻中的杀手, 所以听到阿尼玛自称是他的孙女, 就有探索者不相信了, 这个壮汉甚至还主动上来找茬, 阿尼玛都不想搭理他, 质问诺埃尔这里是如何决定探索者的地位的, 首先肯定是职能等级, 阿尼玛这下放心了, 换句话说只要他能打败这个壮汉, 也就能证明自己的实力了, 壮汉被口出狂言的少女激怒, 一拳就砸了上来, 可阿尼玛的身影瞬间消失, 最后又闪现到他面前, 一掌就让壮汉击退跪倒在地, 又抬起一条腿冲冲踢了下去, 壮汉当场昏迷, 诺埃尔也当场宣布要录用阿尼玛, 他想要的就是这种实力的队友, 听到阿尼玛说饿了, 立马给他买了个炸馒头吃, 没想到阿尼玛连这么普通的食物都没吃过, 因为以前一直住在山上, 诺埃尔现在也有点相信, 他真的是尤底卡雷的孙女了, 阿尼玛却说自己见到他的第一眼就相信, 他是不灭恶鬼的外孙, 因为他有着为了胜利什么都做的眼神, 让他想起了爷爷对不灭恶鬼的评价, 阿尼玛在山里一直进行着暗杀者的修行, 原本打算顺理成章加入暗杀者教团的, 但是在考试那天, 他差点把自己的考官给杀了, 关键时刻被新任教团团长阻止, 新团长说他不适合暗杀者教团, 欠缺暗杀者的资质, 就把他撵出来了, 说白了是教团打算在新团城的带领下改头换面了, 之前一直是独立的秘密组织, 现在却要被纳入帝国麾下, 之后也将逐渐以间谍活动为主, 诺埃尔大惊失色, 这么重要的情报就这么轻易说出来了吗, 阿尼玛也慌了, 这才想起来自己被告知要保守秘密, 不过没关系, 就算那些人真的跑来灭口了, 大姐姐也会保护好诺埃尔这个小弟弟的, 诺埃尔无力吐槽, 接下来将阿尼玛带到了小树林里, 准备测试一下他对辅助技能的适应性, 诺埃尔的辅助职能虽然不能直接用于战斗, 却可以为队友们上罢, 只是有些技能一旦用不好, 甚至会导致队伍全面, 所以辅助职能在施展增益效果前一定要看清战况, 不仅需要激发出伙伴最大的能力, 还要叛徒战斗行驶, 控制局面, 而这些事情对诺埃尔来说小菜一碟, 他先让阿尼玛去抓变异种过来, 所谓变异种就是受深渊影响产生变异的动植物, 和魔物不同, 但也十分危险, 狩猎变异种也是他们探索者的工作之一, 诺埃尔想让阿尼玛狩猎的就是兔子的变异种铁角兔, 他需要在自己施展增益效果的状态下捕捉一只铁角兔, 阿尼玛觉得就算没有诺埃尔的增益效果, 自己也能轻易完成, 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 能否自由运用增益效果提升的能力取之于受数值的实力, 比如阿尼玛就有一个可以将速度提升5倍的技能, 一开始并不能运用自如, 而是要先训练身体习惯速度, 增益效果的原理是一样的, 诺埃尔就是想通过这个实验估算一下阿尼玛的适应力, 然后进行针对性训练, 他之前的三位队友都很优秀, 但也花了半个月才适应, 阿尼玛一听, 喊不起我是吧, 直接吐了外套开始感应, 不仅一共有13只兔子, 诺埃尔一声令下之后, 立马给他上了一堆buff, 阿尼玛瞬间感觉力量从身体深处涌现, 现在他的速度已经可以提升到6倍以上了, 诺埃尔表示能抓住一只兔子就算胜利, 阿尼玛立刻提速冲了出去, 感觉身体轻得像羽毛一样, 那些兔子根本来不及逃跑就被他轻易抓住, 而诺埃尔独秒独到8的时候, 阿尼玛就把13只兔子全抓回来了, 熟资接触增益效果居然就能适应到这种程度, 这可是与生俱来的资质啊, 诺埃尔对阿尼玛的表现非常满意, 都不用训练, 他们立马就能接委托了, 而第一项委托就是帮一个村子逃发盗贼, 两人休整之后就立马出发了, 村子离这里还挺远的, 所以在路上, 诺埃尔就向阿尼玛介绍了一下探索者负责的工作, 除了在深渊里树立恶魔以外, 还需要消灭变异种或者追捕罪犯, 也可以寻找宝物或者在秘境冒险, 总之分为很多种猎人, 像讨伐盗贼之类的委托, 大多是穷困的村民发布的, 所以报酬并没有多少, 不过用来小事牛刀还是很合适的, 经历了漫长的路程, 诺埃尔他们终于抵达了镇子, 需要在这里休息一晚, 明天再搭乘驿站马车前往村落, 结果一连去了好几家旅馆都已经满客, 奥特最终找到了一家还剩一间房的旅馆, 诺埃尔将床让给阿尼玛睡, 阿尼玛立马察觉到这个小弟弟害羞了, 表示自己是姐姐, 就算一起睡也没关系的, 诺埃尔不想搭理他, 先去洗了个澡, 然后裸着精壮的上半身走了出来, 大姐姐立刻跑下来占便宜, 没想到小弟弟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 他自然也能看得出来, 不去不挠地努力, 可就算他再怎么锻炼, 也还是比不过专业的前卫, 奴隶永远不敌天使的才能, 所以他觉得有些可惜, 结果说完就被诺埃尔弹了一个脑瓜崩, 让他赶紧去洗澡, 其实阿尼玛说的那些, 诺埃尔又何尝不清楚呢, 当初他也是这么向外公哭诉的, 如果他也和外公一样是战士就好了, 可外公说, 他体内沉睡着和自己一样的探索者才能, 不管他是什么职能, 自己都会把他培育成最棒的探索者, 诺埃尔半夜醒来直接被涂一脸洗面奶, 自己居然被大姐姐阿尼玛紧紧抱住, 对方还嘀咕着什么炸馒头, 第二天早上, 他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村落, 村长看到小队成员只剩下了诺埃尔和一个没见过的女孩, 不免有些担心, 诺埃尔便向他保证, 他们今天就能击败盗贼团, 村长的女儿也在一年前见过诺埃尔一面, 从来之后就一直对他念念不忘, 可惜诺埃尔毫不在意, 已经开始商量起如何讨伐盗贼团了, 根据村长提供的情报, 盗贼团大概有20人, 这些人不止劫财, 连年轻女孩都要掳走, 好在他们已经锁定了盗贼团的住点, 就在东边森林的岩石地带, 对诺埃尔来说这就够了, 他再一次跟村长确认了报酬, 顶尽20万, 讨伐成功后再付30万, 村长非常大气地把20万给了他, 诺埃尔便立即带着阿尼玛出发, 阿尼玛却对这个村长很不待见, 刚刚对方一直地盯着他的胸看, 明明是有老婆女儿的人, 没想到村长的女儿追上来了, 就为了跟诺埃尔说一句加油, 还给他看了他上次留给自己的竹蜻蜓, 女孩说自己一直很珍惜这个, 他会一直等诺埃尔回来的, 找女对诺埃尔的爱慕都已经异于言表了, 阿尼玛忍不住打拒了几句, 在天色尖暗的时候, 他们来到了盗贼团营地附近的山上, 那些盗贼正在喝酒取乐, 数量明显不止20, 几乎是两倍以上了, 能够统领这么多盗贼, 首领的实力自然不可小觑, 诺埃尔没怎么费劲就锁定了盗贼团的老大, 认出来这居然是被悬赏200万的通缉犯, 已经是B级探索者了, 不过阿尼玛表示一对一的话没什么问题, 只要诺埃尔能把那些小弟解决, 诺埃尔自然要一起战斗的, 讲起了作战计划, 确认完毕后, 阿尼玛先隐藏气息跳了下去, 而诺埃尔则施展了技能思考共有, 这样就能和阿尼玛远程交谈了, 此时阿尼玛距离首领只有10米远, 诺埃尔施展了技能狼只咆哮, 瞬间麻痹了那些小喽喽, 接着给阿尼玛下指令, 杀了首领, 阿尼玛立刻速度提升无倍速, 全力一击刺向首领, 直接将对方的身体贯穿, 首领就这么被一击毙杀了, 而下一个指令是在诺埃尔抵达之前, 继续扰乱那些盗贼, 没想到阿尼玛的扰乱就是直接把他们杀了, 诺埃尔降落后迅速去跟阿尼玛会合, 先扔出了一枚闪光弹, 又开枪射了一发火焰弹, 主地被熊熊烈火包围, 从烈火中走出来的诺埃尔宛如修罗, 最后和阿尼玛两个人把那些盗贼全给解决了, 还在了首领的人头回去, 向村长所要剩下的报酬, 村长却说应该先好好招待他们一下, 一一竟让自己的妻子准备饭菜了, 吃饱喝足后, 村长的女儿忍不住问诺埃尔, 自己能不能也成为像他一样厉害的探索者, 诺埃尔就告诉了他成为探索者的途径, 成年之后只要去公所完成登记手续就行, 然后进入帝都的养成学校, 一般一到两年就可以毕业, 在此期间可以当支援者边工作边积累经验, 侃侃而谈的诺埃尔似乎没有注意到, 村长和妻子的眼神交汇了一下, 就双双离开了, 没一会儿就拿过来了一瓶好酒, 这是特地为诺埃尔他们准备的, 然而诺埃尔却迟迟没喝, 婉儿表示这么好的红酒应该由身为主人的村长先喝, 村长瞬间就慌了, 慌忙解释自己酒量不好, 酒量不好, 为什么会买这么贵的红酒在家里呢? 诺埃尔的恶魔地狱让村长逐渐破防, 事实上他和阿尼玛早就看出来酒里馋了毒药, 只要他们俩死了, 村长就不用支付剩下的报酬了, 还可以将他们的装备和钱全部拿走, 把这杯酒给喝了呗, 果然村长破防将红酒打翻, 诺埃尔便直接对他施下精神控制, 村长承认了自己的阴谋, 和诺埃尔推测的一模一样, 旁边的少女不敢置信, 而诺埃尔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村长, 直接将他右眼给捅了, 但一只眼睛可远远不够, 接下来他还要割掉他的鼻子和耳朵, 打烂所有牙齿, 再扒掉舌头, 村长被吓得连连求饶, 表示马上就交出30万报酬, 可惜这对现在的诺埃尔来说已经不够了, 他要他们家全部的钱财, 村长自然不愿意, 诺埃尔便准备直接下杀手, 村长赶紧争取时间, 说自己是欠了黑帮的高利贷, 可惜诺埃尔对这些根本不在意, 正要下手的时候, 村长的女儿把他们家所有钱拿了出来, 只求诺埃尔能饶父亲一命, 而诺埃尔接了钱袋子就带着阿尼玛扬长而去, 任由曾经爱慕他的少女对他破口大骂, 回去的路上两人看到了一艘飞空艇, 上面的标志是七星的三等星, 黑山羊晚餐会战团, 所谓七星是被皇帝认可实力的战团, 一共有七个席次, 这七个战团并非相同的地位, 而是根据战团的能力和攻击决定, 地位最低的三等星战团有四个, 二等星有两个, 一等星只有一个, 只有七星战团才能拥有飞空艇, 这些战团的探索者兼具智力经验和勇气, 而诺埃尔的下一个目标, 参加过暗杀团的考核, 虽然考试合格了, 但新团长先问了他一个问题, 杀死前团长尤迪卡雷的人是你吗? 阿尼玛直接承认了, 还说那个老头已经成了老糊涂, 自己轻轻松松就把他给杀了, 新团长并没有说这样做是否不对, 毕竟尤迪卡雷已经成为了 只会散播死亡的存在, 是个披着人皮的死神, 自从输给不灭恶鬼之后, 他的精神就被一点一点侵蚀, 阿尼玛也不是尤迪卡雷的孙女, 而是他的女儿, 尤迪卡雷有许多孩子, 他把这些孩子像杨谷一样训练起来, 最后只有阿尼玛活了下来, 听完这些话后, 新团长非常确认, 未来的教团没有阿尼玛的容身之处, 就算他们成为政府的机关之一, 也不可能完全停止杀人, 而过去被他们视为目标的杀戮, 今后则会成为一种手段, 阿尼玛的眼泪滴落到地上, 他逼迫自己努力了21年, 没有一天是开心的, 结果到头来, 军伦只得到了一个不需要不合适的回答, 阿尼玛破防了, 大吼着, 把我的人生还给我, 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何去何从, 新团长便给了他一句建议, 随心所欲活着就好, 然后告诉阿尼玛, 那位不灭恶鬼的外孙似乎在帝都当探索者, 那个男人靠着最弱的智能话术士, 还变得非常强, 回忆完往事的阿尼玛突然抱住了诺埃尔, 表示自己会一直陪着他一起战斗, 诺埃尔深知, 警告话术士这个智能是没办法在战斗中存活下来的, 所以每天凌晨都要背着众物跑两个小时, 这才锻炼出这副让阿尼玛都眼缠的体魄, 这些都是曾经外公告诉过他的, 如果要以探索者身份生存, 必须不停锻炼, 一开始诺埃尔也过得很痛苦, 但后来体力逐渐上去之后, 他也能在外公手下撑几招了, 然而阿尼玛一眼就看透, 他虽然有副好身材, 可再怎么锻炼, 还是比不上专业的前卫, 努力永远比不上天生的才能, 不过诺埃尔并没有放任自己沉溺在不甘中, 结果刚从浴室走出去就碰到了阿尼玛, 看着赤裸上身的诺埃尔, 阿尼玛没忍住上手摸了一下, 直接把诺埃尔推倒在床上, 诺埃尔死死抵抗着, 但是根本就挣脱不了, 以安康要被强制爱了, 吓得赶紧一个头锤把阿尼玛撞晕, 接着两人一起上街, 注意到街上有举止亲密的小情侣, 阿尼玛也学着挽住了诺埃尔的胳膊, 非要和他一起约会, 诺埃尔便打算带他去鉴定室工会, 可以鉴定职能和提升阶级, 因为阿尼玛出现了提升阶级的印记, 说明身体已经达到了可以提升阶级的状态, 一般都是出现在胸部或者手背上, 在鉴定之前, 诺埃尔先确定了一下阿尼玛的想法, 究竟要不要成为暗杀者, 这样虽然战力有所提升, 但需要能与未来的新伙伴取得平衡才行, 阿尼玛一听就不乐意了, 他觉得和诺埃尔过二人世界就很好, 可诺埃尔认为至少还需要一个新队友, 不然仅凭他们两人就潜入深渊有点危险, 所以他建议阿尼玛先暂时保留职能, 今天可以调查一下提升职接后的职能适合度, 接下来要去诺埃尔认识的矮人师傅开的武器店, 好的武器能将探索者的能力提升到最大值, 而且武器也需要定气维护, 矮人师傅一看是诺埃尔来了, 立马热情迎了上去, 但目光又瞬间被阿尼玛吸引, 这个小妹妹的实力超群啊, 紧接着两人又去了技能书贩卖店, 诺埃尔告知了店员阿尼玛的职能, 让店员帮忙找基本合适的技能书, 然后自己先离开办事了, 走之前一再提醒阿尼玛不能乱花钱, 然而阿尼玛还是不出所料的乱话了, 他买了一本价值80万的投掷技能, 可以将敌方的防御效能减半, 还买了一只代替诺埃尔被自己蹂躏的熊熊抱枕, 价值20万, 而诺埃尔什么都没买, 他本来想买那个可以瞬间消灭幽鬼的技能去除死灵的, 结果居然要3000万, 根本买不起啊, 就在这时诺埃尔注意到一个路过的身影, 立马抛下阿尼玛追了上去, 对方把他引到了平民街, 这人叫洛基, 跟诺埃尔是老熟人, 不久前接了诺埃尔的委托, 拿到了一位囚犯的情报, 这也是诺埃尔想要拉拢的新伙伴, 震撼帝都的杀人魔傀儡式修格, 现在已经被关进监狱了, 但诺埃尔坚信他是清白的, 想要帮他洗刷冤屈, 洛基也的确带来了诺埃尔想要的情报, 不可是帝都最优秀的情报商人千变万化, 这个外号是因为他的职能是模仿式, 可以随性所欲变化外观, 因此也能潜入世界任何地方, 没有人知道他真正的样子是什么, 诺埃尔也不好奇, 直接把订好的钱币扔了过去, 没想到洛基还附赠了一个额外情报, 说附近出现了不好的药, 能让人飘飘欲心并产生狂话, 所以最近持刀杀人的案件才变多了, 始作俑者正是借给村长高利戴的黑帮, 另一边阿尼玛独自在原地等待, 只能化悲愤为食欲, 就偶遇了老熟人, 而诺埃尔还在思索那个黑帮的情报, 据说前任帮主是突然死亡的, 由他的儿子接任, 以前任帮主的为人, 肯定是不会允许贩卖危险药物的, 那就是这个新帮主的问题了, 这时他注意到了一张新面孔, 推测可能是别过来的宜居者, 明明这么年轻, 却沦落到了这种地步, 看来一辈子都要乞讨而生了, 于是诺埃尔扔给了他一枚钱币, 结果对方居然把钱币还给了他, 而且还以为诺埃尔是女孩子, 诺埃尔没有直说这枚钱币是送给他的, 反倒恶语相向, 要是被他这种肮脏的人碰过的钱, 自己才不想要, 对方还想追上来抓住他, 诺埃尔一脚就把人踹出去, 这副冷酷的面孔让男人想起了另一个人, 他可不是那种受到侮辱还能无动于衷的乞丐, 即便身体已经虚弱到战斗站不稳, 却还是摆出了八件的阵势, 诺埃尔看出来这不是普通人, 只是没想到对方的动作居然这么干脆利落, 连他都一时没反应过来, 不过回过身后就凭借出色的身体能力将人甩布到墙上, 诺埃尔的实力同样震惊了那个男人, 所以接下来他要用招式来对付他了, 男人周深的气势渊渊不断涌出来, 看着对方的眼神, 诺埃尔心中大喜, 捡到宝了, 如果他的实力能符合他的期望, 那新队友就有着落了啊, 两人都做好了全力战斗的准备, 结果一个矮人突然冒出来教训那个男人, 男人也乖乖被骂, 甚至还露出了恐惧的神情, 下一秒矮人的戒指就释放光芒, 男人瞬间被垫了个外交里嫩, 诺埃尔认出来这是隶属誓约书, 法师绝对服从戒指拥有者的黑暗道具, 对人使用这种道具是违法的, 除非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主人和奴隶, 教训完奴隶之后, 矮人大叔才注意到诺埃尔这位漂亮的小姐姐, 一马色迷迷走了过来, 却被诺埃尔一脚踢飞, 并且被枪指着威胁, 诺埃尔问他是从哪里来的, 矮人回答是南方的城市, 以前是帮着某个黑帮做事的, 负责管理德下格斗场, 结果因为私图的保护费被赶了出去, 只能逃到帝都, 因为这里有比那个黑帮地位更高的黑帮, 追杀他的人不敢在这里造次, 而那个男人是他的剑奴, 他打算让男人在帝都的德下格斗场战斗赚将金, 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还能重新担任格斗场的负责人, 都聊这么久了, 爱人还在管诺埃尔叫小姐姐, 诺埃尔便告诉他自己是探索者, 而且是男的, 没想到反而是第二个事实让矮人更加惊讶, 诺埃尔这下是真的生气了, 直接把枪管塞进了矮人的嘴里, 小姐到底要不要把这个人给杀了, 这样的话那个男人就属于他了啊, 为了抢走一个男人, 诺埃尔居然要杀死对方的主人, 不过最终他并没有那样做, 给了矮人一条生路, 没想到矮人逃跑前还记得喊自己的奴隶一声, 诺埃尔只觉得可惜, 这么优秀的人才, 明明可以杀了蛮恨的主人获得自由, 却依旧选择沉服, 而他只想要凶吻的狼, 回去之后发现阿尼玛正跟丽莎坐在一起, 阿尼玛埋怨她回来的太晚, 丽莎却已经猜出她可能去挖墙脚了, 但诺埃尔否认了, 表示自己是因为别的事情被绊住脚, 然后告诉他们, 最近有危险的药物正在流通, 吃了会飘飘欲鲜, 还会狂暴化, 让丽莎顺便提醒一下她的队友们, 丽莎便准备离开了, 临走之前约阿尼玛下次一起去吃甜品, 毕竟他们两人也算朋友了嘛, 阿尼玛还是第一次正式叫到朋友呢, 立刻答应了下来, 而诺埃尔还在惦记着药物流通的事情, 希望不要变成麻烦事, 另一边矮人带着奴隶回去之后, 就被现在投靠的黑帮头目叫过去了, 对方还知道他被另一个黑帮通缉的事情, 而这个亚尔巴特是真正的疯子, 人送外号活灾厄, 不过他并没有打算直接将矮人送过去, 矮人连忙将对方吹捧了一番, 结果下一秒就听见他说, 要把自己和奴隶做成标本再送过去, 把皮扒掉, 再把里面的肉加工成火腿肠, 然后一起送给那个帮派, 他们的反应想一想就很有趣, 矮人这下是真的开始害怕了, 那个缺腿男人心中却没有一丝波澜, 以为自己终于要解放了, 没想到这时之前想打尖诺埃尔的村长过来了, 村长至今都没海上高利贷, 就把锅全推到了诺埃尔身上, 说他被诺埃尔威胁, 还拿走了全部身家, 而且对方还拿他的女儿和老婆做人质, 村长不得已再交出钱财, 接着又开始挑拨离间, 说诺埃尔狠狠羞辱了他们帮派, 于是亚尔巴特便决定去找一下诺埃尔的麻烦, 不过在那之前还要先解决村长, 没钱还是吧, 那就把你的右手交出来, 刚好那边还有个剑舍浩雅, 亚尔巴特就命令他来砍掉村长的手臂, 在主人的命令之下, 浩雅起身准备行动, 亚尔巴特一往嘴里塞了一颗魔石, 刚吃完就露出癫狂的笑容, 嘴里还嚷嚷着爽抱了, 而浩雅手起刀落, 村长的手臂就直接断开掉了下去, 亚尔巴特对他的表现非常满意, 爱人未表忠心, 连忙将这个奴隶献给了他, 对于自己就这么被溢住, 浩雅的心中依旧没有丝毫不澜, 毕竟他从出生开始就是不被需要的存在, 其实浩雅的家庭看上去还是挺幸福的, 父亲是富商, 母亲非常美丽, 两人一起去求神拜佛, 想要一个孩子作为继承人, 结果就是在那一次, 母亲被抓走凌辱, 后来还怀了孕, 可父亲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甚至不愿意承认这是自己的孩子, 于是那天晚上母亲就自行了断了, 之后父亲也陷入了痛苦之中, 面对浩雅的讨好也是一脸不耐, 说他是温神, 家里的仆人们也在背地里议论纷纷, 大家都觉得浩雅不是老爷的孩子, 还吐槽夫人自杀就应该带着浩雅一起死, 后来的某一天早上, 浩雅一睁眼就发现自己四肢被束缚在一艘已经航行的船上, 他意识到自己被当做奴隶卖掉了, 而他的主人就是那个矮人, 主人将他带到了血斗场, 每一次浩雅赢下比赛, 矮人都会称赞他, 这还是浩雅第一次被称赞认可, 原来只要赢了就会被认同啊, 所以之后他拼尽全力, 赢下了一场又一场的比赛, 因为主人带来了巨额财富, 结果现在被主人转手就卖给了另一个人, 看来奴隶终究是奴隶啊, 到了晚上, 诺埃尔就再一次被洛基约见, 洛基免费给他提供了一个情报, 告诉他他被钢比诺黑帮盯上了, 然后说了村长去见黑帮的事情, 诺埃尔简直无语, 据说那个黑帮现在的老大是真正的疯子, 明明前任老大是个刚正不阿的人, 居然会让这种人继位, 洛基便告诉他, 前任老大是前任老大的私生子, 两人正聊着, 诺埃尔就感受到了一股陌生的气息, 瞬间就明白过来洛基出卖了自己, 洛基并没有否认, 毕竟他的生命也受到了威胁, 可惜诺埃尔压字必报, 怎么可能让背叛自己的人活着, 没想到洛基早就做好了被杀死的准备, 更没想到诺埃尔看他这样, 反而愿意放他一马, 并且表示自己会消灭钢比诺帮, 所以他不用逃离帝都, 洛基喜极而泣, 记下了诺埃尔这份人情便先离开了, 而诺埃尔喝下一瓶强化药水, 这瓶药水可以持续十分钟, 战斗力大幅增强, 却没想到来的人居然是自己曾经惦记过的浩牙, 两人也可以把上次那场没打完的架打完了, 然而浩牙并不想跟诺埃尔打, 毕竟还欠了诺埃尔一枚银币的人情债, 可他也不能违抗主人的命令, 于是直接说出了自己的职能和特质, 通过暴露能力来还诺埃尔人情, 结果诺埃尔理尚往来, 把自己的能力也给暴露了, 两个中二少年立刻打了起来, 诺埃尔率先射出一枪, 却被对方轻易躲开, 还瞬间闪身到他面前, 还好诺埃尔立刻射出钢丝跳开, 同时又射出一发火焰弹, 浩牙的脚下瞬间燃起熊熊烈火, 没有火焰抗性的浩牙, 本应无法躲开这一击, 然而他却从火焰中走了出来, 因为他的剑直接将空气展开, 制造出了真空状态, 解除危机后还指责诺埃尔居然朝人家下半身出手, 却不知道诺埃尔还能更卑鄙无耻, 正说着话就突然朝他扔出一枚闪光弹, 趁着浩牙的视距被扰乱, 诺埃尔趁机攻了上去, 没想到浩牙直接闭上眼睛, 使出了密集厌反, 一瞬间仿佛有无数刀刃铺天盖地朝诺埃尔直射而来, 诺埃尔被逼后退, 这人居然能将斩机固定在空间之中再任意释放, 他忍不住汗流加倍了, 而浩牙又出现在了他身后, 还好诺埃尔反应击快会将抵打, 浩牙已经一跃而起, 以泰山压顶之势劈砍下来, 前军一发之际, 诺埃尔大吼一声不准动, 然而他无往不利的狼指咆哮居然对浩牙无效, 诺埃尔急速下坠, 才刚落地, 浩牙的剑就已经敌在了他面前, 这场战斗胜负一分, 浩牙却迟迟没有给他最后一击, 结果这反倒让诺埃尔破防了, 不握住刀刃就立声教育浩牙, 不要怜悯你的敌人, 如果他在这里放过自己, 那黑帮是不会放过他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所以不要为了敌人放弃生命, 浩牙震惊了, 面前的敌人居然主动放弃生命, 又让他这个奴隶活下去, 然而这只是诺埃尔的缓兵之计罢了, 终于阿尼玛来了, 而强力药匙的作用也开始消退, 不过诺埃尔已经不用担心了, 还好他先用思考供又向阿尼玛请求支援了, 接着直接向阿尼玛下令杀了那个男人, 都这时候了, 浩牙居然还惦记着自己不能打女人, 结果阿尼玛上来就速度提升5倍速快把他转运了, 几乎只能凭知觉出剑, 但知觉已经够用了, 浩牙闭上眼睛提高了其他感官的能力, 依旧和阿尼玛打得难解难分, 目睹了这场战斗的诺埃尔心情复杂, 果然一山还有一山高, 这样的境界, 他身为话术是绝对无法抵达的, 但是没关系, 他有自己的路, 他可以指挥最强的人, 然后这次成为最强的人, 浩牙的实力也激起了阿尼玛的好胜心, 两人都使出了全力, 准备给予对方最强一击, 结果关键时刻, 诺埃尔却开了一枚闪光弹阻止他们, 并且下令让阿尼玛撤退, 让浩牙也赶紧离开, 因为信号弹的光芒会引来宪兵, 到时候他们都跑不了, 浩牙也只能就此作罢, 临走之前诺埃尔还托他帮忙带个话, 等浩牙回去后, 新的主人居然给了他原来主人的人头作为礼物, 同时也是他任务失败的惩罚, 浩牙沉默片刻后, 保证下次绝对不会再失败了, 然后将诺埃尔托他传的话告诉了新主人, 我的座右铭是千倍凤凰, 我绝对会击溃刚毕诺帮, 如果不想这样, 就亲自来娶我的人头吧, 亚尔巴特果然瞬间被激怒, 恨不得现代就把诺埃尔找出来大些八块, 而浩牙和诺埃尔战斗过之后, 也被这个男人的魅力深深折破, 同时一眼就看出来他迷上了对方, 毕竟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但那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 而亚尔巴特很快就找到了诺埃尔经常去的酒馆, 毫不客气就拿起他们的酒罐了下去, 这里几乎已经被亚尔巴特的人包围了, 但诺埃尔丝毫不慌, 甚至嘲讽亚尔巴特不请自来, 没有家教, 亚尔巴特气得当场就要拔刀刺向诺埃尔, 却被酒馆的另一位壮汉客人制止, 还提醒他这里不能动错, 只是探索者专属的酒馆, 赶在这里撒泼, 就要做好与所有探索者为敌的准备, 亚尔巴特的部下们也提醒他, 如果大厅广众之下虐杀探索者, 本来就因为要物被国家盯上了他们, 肯定没办法全身而退, 当然如果帮主下命令的话, 他们肯定也会拼上性命去战斗, 难道真的要忍气吞声吗? 亚尔巴特十分不甘心, 那边诺埃尔还在说风凉话, 说他没有身为组织老大的人往和才干, 鲁奔的野狗都比他强多了, 接着又给了一击暴击, 告诉他刚刚那瓶酒里也被下了毒药, 亚尔巴特顿时面露恐惧, 不过形象就趴在地上开始狂吐起来, 但根本吐不出来, 只能嚷嚷着让手下去喊一声, 然而诺埃尔的谎言被亚尔巴特的部下给看穿了, 等自家老大被送走后, 也毫不客气拿起酒瓶喝了一口, 还留下几枚金币作为酒钱, 并且提醒诺埃尔最好赶紧离开帝都, 不然当场就杀了他, 诺埃尔意识到自己不是这个男人的对手, 非常时势地答应了下来, 当众宣布自己的探索者生涯已经结束, 结果两人刚走出城门, 阿尼玛就满脸兴奋, 居然一切都被诺埃尔给说中了, 而他们的计划是一周后回帝都, 在此期间顺便调查一件事, 约定好后两人分头行动, 一周之后又在帝族集合, 再一次跟亚尔巴特他们对上, 这次是诺埃尔先撕毁协议, 亚尔巴特有充足的理由干掉他们, 然而他一声令下, 却没有一个部下动弹, 紧接着诺埃尔宣布他已经失去当帮主的资格了, 其实亚尔巴特的部下们 一直都很不满这个封定的帮主, 因为他居然连孩子都不放过, 他们都是因为前任帮主的魅力 才加入这个帮派的, 结果现在却被要求欺负弱小, 纷纷让大哥莱欧斯想想办法, 没想到这时候诺埃尔出现了, 还认出那个帮派成员手中的衣物, 是曾经仰慕自己的女孩的竹蜻蜓, 但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这次找这些人是有别的目的, 当初他离开帝都后, 就委托洛基帮忙寻找亚尔巴特的出生证明, 发现亚尔巴特的母亲早就和其他男人结婚了, 根本就不是前任帮主的私生子, 前任帮主可能也察觉到了这件事, 但看到旧情人来投靠自己还是无法置之不理, 依旧接受了这个虚假的私生词, 拿到证据之后, 诺埃尔又委托洛基另一件事, 调查前任帮主的死因, 着处最后照顾他的遗生, 真相果然不出他所料, 诺埃尔就是靠着这两样东西, 成功让亚尔巴特的部下门翻水, 现在亚尔巴特被莱欧斯质问, 他究竟是不是前任帮主的亲生孩子, 以及是否对前任帮主下毒暗杀, 还伪装成病死, 亚尔巴特的惊慌说明了一切, 诺埃尔也在旁边天才家伙, 表示照顾前任帮主的医生已经全招了, 当时前任帮主确实有可疑的症状, 但亚尔巴特花钱让他掩饰, 所以在酒馆听到酒里被吓毒的时候, 他才会那么慌张, 简直是不打自招, 此时的亚尔巴特已经破防, 诺埃尔趁机对他使用了真实喝破, 这个技能能强制让人坦白说出自己犯下的罪行, 他也曾对那个医生使用过, 事到如今一切已经明了, 莱奥斯表示他们不会再继续支持亚尔巴特这种人了, 不过也可以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那就是和诺埃尔一对一决斗, 如果他能赢的话, 他们就承认他是帮主, 当然靠亚尔巴特这个弱妻去战斗肯定没希望, 所以他可以指定代理决斗者, 再上的这些人随他挑选, 亚尔巴特还想再挣扎一下, 但他们帮派的上述帮派帮主菲诺已经来了, 这种事情菲诺怎么会错过, 他已经迫不及待担任决斗见证人了, 原来这一切都在诺埃尔的计划之中, 不管是当众拆穿亚尔巴特, 让他重判亲离, 还是菲诺亲自过来当见证人, 全是诺埃尔设计的, 因为亚尔巴特利用药物扰乱地盘, 菲诺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一直在寻找机会击溃刚毙诺帮, 刚好他顺水推舟一下, 只要能在这里击溃亚尔巴特, 就能从菲诺手上拿到5000万的报酬, 亚尔巴特知道自己不是诺埃尔他们的对手, 甚至想临阵脱逃, 被菲诺狠狠教训了一顿, 只能选择浩亚代替自己上场决斗, 毕竟其他人已经背叛了他, 只有浩亚签订了奴隶契约, 阿尼玛刚想上去战斗, 却没想到诺埃尔居然打算自己上, 先喝了一瓶强化药水, 然后上前跟浩亚对峙, 明明还没有开始战斗, 但却依附笃定自己绝对会胜利的模样, 这种内心坚定毫不动摇的人, 正是浩亚想成为的人, 不过浩亚也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 攻击腰准备随时拔刀, 而诺埃尔也在同一时间举枪, 随着菲诺一声令下, 两人同时朝对方冲了上去, 刀枪相撞之后, 诺埃尔点脚空翻, 对准浩亚射了一发结冰弹, 但浩亚立马举起箭将子弹挡开, 战场瞬间被兵围了起来, 挡住了观众们的视线, 雅尔巴特努力安慰自己, 诺埃尔只是一个话术士, 根本没有胜算, 然而里面的诺埃尔却和浩亚打得有来有回, 浩亚摆出了居合一闪的架势, 以及和他交过两次手的诺埃尔认了出来, 这个技能会在拔刀时大幅提升攻击速度和威力, 如果不慎踏入攻击范围内, 就会被一刀两断, 但他毫不慌张, 甚至将手枪给扔了, 换成了一把真正的匕首, 接着书要先跟浩亚讲一件事, 那就是完全的游巫用橘子皮只能轻松杀掉, 老实人浩亚一脸猛逼, 而诺埃尔抓住这个时机, 静止冲到浩亚面前, 在他拔刀之前就挥起匕首砍向他的脖子, 但浩亚的刀还是拔了出来, 刚好横在诺埃尔的手腕处, 没想到他拼着牺牲右手的打算也要将浩亚的刀打掉, 生生用肌肉拦下了刀子, 不过浩亚也迅速反应过来, 一拳打翻诺埃尔后迅速接住了刀, 紧接着又横扫过去, 周围冰块瞬间被斩断, 诺埃尔也被气浪冲击出去, 而浩亚双手举刀从天而降, 可是砍下去的触感却并非肌肉, 居然是一枚子弹, 诺埃尔坐在地上安然无恙, 反倒是浩亚因为那枚结冰塔而浑身冻了起来, 诺埃尔刚刚只说枪里没有子弹了, 可没说自己手里没有啊, 浩亚这才明白过来, 从战斗一开始, 局势就全在诺埃尔的掌控之中, 谁次轮到诺埃尔反击了, 一脚踹下来浩亚根本没有躲避的机会, 在那一瞬间又回想起了小时候的事情, 他从小就是无人待见的瘟神, 所以也从小认定自己是弱者, 即便后来成为剑奴, 影响了一场又一场的战斗, 可再怎么钻研招式, 他依旧认为自己是个弱者, 以至遵从主人的指令办事, 但和诺埃尔的相遇让他改变了想法, 诺埃尔的话术是是毋庸置疑的最弱智能, 然而他本人却是个实实在在的强者, 并且他相信自己是强者, 好亚很想知道, 为了得到那副眼神, 他究竟牺牲了什么, 如果自己也能像他那样, 是否可以反抗父亲, 是否可以大声要求他爱自己, 事已至此, 好亚才明白过来, 原来自己一直都想要像诺埃尔这样变得更强悍, 胜负一分, 诺埃尔云淡风筋地挥了挥手, 还直接拒绝了莱欧斯的人情债, 就带着阿尼玛离开了, 阿尼玛帮他手腕的伤口包扎了一下, 对诺埃尔这次的表现非常不满, 毕竟自己则是队伍的战士, 诺埃尔的职责是当司令他, 诺埃尔也只能保证下次不会再这样, 这时菲诺走进来说想跟诺埃尔单独谈谈, 开门见山地再一次邀请诺埃尔加入自己的组织, 甚至表示可以把钢比诺黑帮叫给他来管理, 但诺埃尔又拒绝了, 他并不想当别人的手下, 结果下一秒心脏就出现在了菲诺手中, 菲诺的智能是赤后系A级的断罪者, 拥有许多特殊技能, 其中一个的发动条件就是连续拒绝他的请求两次, 就可以强制挖出对方的心脏, 而诺埃尔现在之所以还活着, 是因为这颗心脏超越空间, 不过一旦他们分离五公尺以上, 或者菲诺直接将心脏捏爆, 诺埃尔都会立即死亡, 菲诺实在是太想要诺埃尔了, 这孩子简直优秀的让人惊叹, 如果不及时收入自己麾下的话, 那他迟早有一天会造成他们帮派的灾难, 要么死, 要么成为菲诺的手下, 然而诺埃尔依旧不妥协, 其身走到菲诺面前, 表示他的推测是正确的, 自己迟早有一天会站上探索值的顶端, 到时候谁都奈何不了他, 所以想杀的话, 那就趁现在吧, 诺埃尔这么忙, 反倒把菲诺给整不会了, 而诺埃尔也是因为有着菲诺不会轻易动手的自信, 才敢这么说的, 只要菲诺敢捏爆他的心脏, 那他身为帮主的尊严就会瞬间消失殆尽, 诺埃尔一句接一句的质问, 那自信到自负的表情, 让菲诺不由地被他的魅力深深折服, 手不自觉就松开了, 心脏也重新回到了诺埃尔的胸腔, 接着菲诺还得自己给自己圆场, 表示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但转过身后立马又变了个表情, 提醒诺埃尔说到就要做到, 还是绝不会允许他还没达到顶点就死掉的, 诺埃尔也自信应下了这个挑战, 外面的亚尔巴特一看到菲诺出来了, 赶紧跪下来求情, 和诺埃尔刚刚的表现简直是云泥之别, 一顶点醉眼都没有, 所以菲诺决定给他一个机会, 那就是把他养在自己家的养猪场, 把他的手脚砍掉, 以后只能像猪一样走路, 还要跟那些小种猪配种, 经手为自己求来这么一条深入的亚尔巴特就这样被拖走了, 而浩尔也换了一个新的主人, 但诺埃尔并不需要奴隶, 他唯一的目标是站上所有探索者的顶点, 不需要只为看主人脸色被豢养的瘦弱家犬, 而是要凶猛的狼, 说完后, 诺埃尔就将奴隶契约还给了他, 宣告了他的自由, 然后再一次询问浩尔究竟想要什么, 可浩尔不知道, 他现在只想待在诺埃尔身边, 看他抓住梦想, 所以如果诺埃尔想要的是一头狼, 那他就成为一头狼, 听到浩尔这么说, 诺埃尔才总算露出笑容, 伸出手欢迎他加入自己的团队, 就这样, 他们小队迎来了第三位队友, 有了浩尔的配合, 队伍的实力也变得更上一层楼了, 在诺埃尔的指挥之下, 居然仅凭三人就击败了哥布林军团, 连大鬼将军也被浩尔一刀砍断手臂, 现在的浩尔看上去身材飞扬, 和以前简直判若两人, 就是和阿尼玛的关系不太好, 最后两个人都被诺埃尔教育了一顿, 接着才称赞他们干得不错, 而这次试炼也让诺埃尔确定了, 他们已经具备了创立战团该有的实力, 所以他打算回到帝都之后, 就向国家申请成立战团, 到时候就可以自己接国家委托, 不用再被中间商转差价了, 正说着诺埃尔手上也出现了提升阶级的证明, 看来他马上就能晋升到B级了, 距离实现梦想也更进了一步, 决定建立战团之后, 诺埃尔就迫不及待带着两个队友去见了探索者协会的监察官, 他和这位监察官曾经有过一面之缘, 当时是监察官主动来到宅邸拜访他, 诺埃尔做足了姿态, 还拿出高级红酒招待对方, 说这些是祖父留给他的遗产, 不过之后就要将产业全部转出去了, 监察官没有在意诺埃尔是否说谎, 而是直接掏出了一张照片, 这是前几天拍到的, 上面的火焰鸟跟曾经出现的诺埃尔故乡的魔王似乎是同一只个体, 诺埃尔毫不意外这只魔王还活着, 毕竟那天现场无缘无故消失了两件东西, 一个是魔王的尸体, 另一个是他外公的战俘, 现在大战团已经去讨伐魔王了, 结果却是惨败, 后面七星战团霸龙队也追了上去, 可魔王已经离开, 众所周知恶魔想要侵略现实, 这是无法抗拒的本能, 但这只魔王却是出于自己的意志才显现的, 探索者协会推测他很有可能成为了新的名誉石王, 这是位于魔界深渊深堵十三的十位大魔王, 每一个都拥有毁天蔑视的力量, 名誉石王最后一次显现于世, 是在四十年前, 一出现就瞬间摧毁了三个国家, 但那只魔王最后却被诺埃尔的外公率领的战团讨伐了, 这也是人类第一次成功讨伐大魔王, 只是如今新的魔王现世, 又有谁能站出来拯救世界呢? 检察官却从诺埃尔脸上看到了和他的外公极为相似的眼神, 明年诺埃尔就十五岁了, 也到了可以接受探索者检定的年龄了, 检察者很期待他的表现, 而诺埃尔也直接口出狂言, 表示他们终有一天会再见面, 让他好好记住这张会成为最强探索者的男人的脸, 时隔几年, 诺埃尔真的来了, 还带着两位队友, 好牙表现得很慌张, 生怕自己一会回答出错, 诺埃尔却很有信心, 似乎很有把握能顺利申请战团, 就是比较烦这两个动不动就吵架的队友, 正要暴力制止他们, 那位监察官就走了进来, 跟诺埃尔打了声招呼, 就开始查看他们的申请文件, 作为据点的战团基地和2000万保证金都已经准备齐全, 散人的能力也非常出色, 而且诺埃尔和阿尼玛都已经能升上B级了, 不过战团的名字还没定下, 诺埃尔解释了一番之后, 监察者直接宣布面试结束, 他们的战团申请被驳回了, 与此同时, 霸龙队的副团长以一己之力就干掉了深度十二的魔王, 这霸龙队不愧是七星战团里的一等星战团, 帝都里也有很多人称之为副团长即可为帝国最强, 而诺埃尔之边自然需要监察者给出理由, 监察者没有隐瞒, 直说他们需要更强的探索者, 所以创建战团的门槛和之前已经不同了, 因为协会观测到帝国西方有庞大的魔素, 在地底流动的魔素速度已经逼近临界点, 恐怕最多一年就要喷发了, 老时候这片土地却会瞬间出现巨大的深渊, 深度十三的大魔王也将显现于世, 三人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帝国七星战团的实力都不容小觑, 可在监察者这个亲眼见过名誉实亡的人来说, 依旧不敢断定这次战争会胜利, 所以他们需要的是大量高等级战力, 没时间培养诺埃尔他们这些雏鸟, 诺埃尔接受了这个拒绝的理由, 承认他们还没有达到水准, 但那也只是现在, 说完后, 诺埃尔就带着队友们扬场而去, 殊不知监察者也对他寄予厚望, 毕竟他可是那个人的外孙啊, 回去的路上, 好牙不理解诺埃尔为什么不再争取一下, 诺埃尔就表示, 这是让他们能一股作气飞升的机会, 多年前讨伐成功那只大魔王之后, 帝国的文明水准就获得了飞跃性提升, 他们利用魔王心脏制造的装置, 可以产出无穷无尽干净的水, 魔国文明也因为狩猎强大恶魔而发展的极为繁荣, 所以探索者在这个国家才能如此受尊敬, 他们能将空前绝护的灾难转为天赐的恩惠, 虽然现在还没成为战团, 但诺埃尔已经决定将目标定为七星战团了, 并且是在半年内, 接下来的几个月, 他们就要累计战团实战成绩了, 要尽快展露头角, 这样才有可能在一年后被任命为主帅, 讨伐大魔王, 诺埃尔刚说完外面的暴童就开始宣传大新闻了, 说霸龙队的吉克单杀了深度十二的魔王, 操控舆论是最能将一个人推送到众人眼前的, 诺埃尔心中已经有了主意, 他先去升了B级, 选择的是战术家, 这个职能的特性是思考速度的超级修正, 能及时分析战况, 并瞬间导出近思欲之未来的战斗预测, 出来后,诺埃尔恰好在街上遇到了吉克, 对方被一军小迷妹围着, 不过他看到诺埃尔后居然主动上来打招呼, 还说听过诺埃尔的传闻, 诺埃尔不敢小觑这个男人的实力, 毕竟帝都只能达到EX级的只有三位探索者, 吉克就是其中之一, 另外两位分别是白鬼夜行的团长里奥和霸龙队的团长克劳萨, 但这三人的名声都不如诺埃尔外公的名号响亮, 身为外孙, 诺埃尔自然容易引起多方势力注意, 吉克还听说他击退了钢柄诺邦, 诺埃尔矢口否认, 还直接点明了吉克的目的, 吉克便也不再拐弯抹角, 直接邀请诺埃尔加入他们霸龙队, 然而诺埃尔不想当别人的手下, 毫不犹豫就拒绝了, 哪怕面对对方的威胁也毫不切诺, 还反客为主, 让吉克先展示一下他的力量, 因为他只会屈服于最强之人, 底度里之三位EX级探索者, 格劳萨已经上了年纪, 吉克和李奥孰强孰弱还未可知, 吉克听出诺埃尔的意思是想让他去找李奥比比, 可是呢怎么可能呢, 他们俩要是认真战斗, 其中一人一定会死, 诺埃尔就是故意这么说的, 吉克也只能放任诺埃尔离开, 偏偏旁边还有两个眉眼似的探索者, 在那嚷嚷着, 吉克不愧是帝都第二强的探索者, 不久前还单杀了深度十二的魔王呢, 其次吉克直接上前把人打飞, 诺埃尔一直在悄悄观察着这个人, 确认她的弱点是被认为输给李奥, 则在演变成麻烦的事之前尽快成立战团了, 另一边阿尼玛也在树林里和丽莎一起修行, 丽莎觉得阿尼玛不太适合当后卫, 她太冲动了, 在战场上不够敏锐, 阿尼玛就纠结, 要不还是选暗杀者吧, 就在这时, 丽莎的好朋友奥菲找了过来, 奥菲和自己的队友刚远征回来, 丽莎却介绍他们认识, 奥菲的队伍有四名成员, 每一位看上去都十分优秀, 尤其是温和谦逊的队长, 截止奥菲又开始跟妹子们八卦, 让他们最近小心一些那个叫诺爱尔的男人, 这人不仅把伙伴卖掉当奴隶, 还和黑帮交易, 总之在传闻中是个无恶不作的男人, 阿尼玛跟着附和, 毕竟人家说的也没错, 没想到居然是那位金发队长出言阻止, 提醒队友不能只靠传闻就断定一个人的品性, 更不可以把真假未定的情报灌输给新人, 奥菲接受教训, 跟着队友们一起离开了, 丽莎也连忙向阿尼玛解释, 阿尼玛倒是没放在心上, 到了晚上, 诺爱尔又去见了情报商洛基, 这次他要的是帝都B级队伍的名单, 果然从中发现连一只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队伍, 都这么强了, 居然没成为战团, 不愧是以谦虚和踏实为座有名的队伍, 尤其是那位队长, 看着就像一位理想的骑士大人, 洛基甚至评价他为B级里最优秀的探索者, 而这只小队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诺爱尔给盯上了, 诺爱尔再一次去监狱里见了他想招揽的人才, 修格, 修格在监狱里过得很苦, 再这样下去是真会死的, 而诺爱尔自然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他死, 毕竟这个人他势在必得, 修格曾被当成震撼帝都的杀人魔, 但他更早以前却是被誉为天才的探索者, 按理说战斗系和生产系智能并不会同时存在, 除了傀儡师, 修格却拥有这么一个超级有智能, 傀儡师可以操纵各种各样的人形并应付各种战况, 再加上沉浸的个性与清晰的头脑, 修格曾引领许多战斗取得胜利, 然而他却在全胜时期突然隐退不当探索者了, 接着又以人偶制作师的身份爬上新的道路, 同样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功, 直到被后来发生的凶杀案改变命运, 不过他似乎已经打算接受死刑了, 也并不认为诺埃尔能救他出去, 诺埃尔便一个响指招来守卫, 没想到守卫面对他是战战兢兢, 诺埃尔也表示这个监狱所有的守卫都对他言听计从, 再过不久他却能将修格救出来了, 可修格却说就算如此, 他也不会成为诺埃尔的同伴, 因为他讨厌探索者, 尽管诺埃尔跟普通的探索者并不一样, 像一条狡猾的蛇, 但这并不会改变他的想法, 诺埃尔没有继续纠缠下去, 只说自己还会再来的, 诺埃尔他们换了一家酒馆当根据地, 这家店集结了许多B级最强探索者, 三人一进去就能感受到那些冒险者的气势, 身为男人却长进一张漂亮脸蛋的诺埃尔还被调戏了, 可惜诺埃尔早已提前调查过在场的所有人, 听说你的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啊。 那一瞬间, 男人感觉自己仿佛被毒蛇盯上了, 下意识为诺埃尔让开道路, 而诺埃尔的高调作风, 尽管让这些人不喜, 却也对他无可奈何, 不过诺埃尔的目标不是他们, 而是刚进来的这一支冒险者小队, 奥菲看到阿妮玛就过来打招呼, 阿妮玛则通过思维共享告诉诺埃尔, 这个精灵姐姐对她的印象不太好, 诺埃尔立马利用了这一点, 自我介绍叫诺埃尔, 一听到这个名字, 奥菲立刻露出了嫌无的表情, 原来他就是那个把同伴卖掉当奴隶的恶棍, 诺埃尔不仅没有否认, 还用自豪的语气告诉他, 他可是用高价版的两人卖给黑帮了, 其次奥菲想直接对他动手, 却被耗牙拦住, 看到这边的冲突, 队长雷翁连忙走了过来, 得知是奥菲先发起攻击, 就代表队员向诺埃尔道歉, 却被诺埃尔嘲讽他的队友连狗都不如, 一句话就踩爆了雷翁的雷点, 紧接着诺埃尔又开始嘲讽他, 这下连剩下两个队友都听不下去了, 可他们无意与诺埃尔当众产生争执, 四个人便离开了, 等他们走后, 诺埃尔才跟队友们小声说了自己的计划, 被两人一致评价真是肮脏卑鄙, 诺埃尔还以此为荣, 毕竟探索者的世界不是吃人就是被吃, 不过被吃掉的并不是弱者, 而是骄傲之人, 所以他们要把这只队伍当成垫脚石, 另一边, 监察官老爷子正跟孙女讨论, 谁更适合当讨伐名誉实亡的总指挥人, 小孙女支持的是李奥, 甚至觉得他是史上最强的人, 然而老爷爷却并不支持极客, 他支持的是诺埃尔, 甚至还为此要和孙女赌一赌, 如果李奥当上了, 那就把家族的当家之位传给他, 要是诺埃尔当上了, 那小孙女就得乖乖去学贵族礼仪, 看来老爷子对诺埃尔很有信心啊, 另一边, 小队里的枪兵独自一人走在街上, 回忆起自己和雷翁儿时的事情, 那时雷翁把几个小孩偷东西的事情告诉了大人, 然后就被狠狠揍了一顿, 他觉得自己没做错, 就在那群小孩还想继续的时候, 海姆赶过来阻止了他们, 又问雷翁为什么不还手, 明明他的智能是战斗戏, 只要想打的话, 那几个家伙根本不在话下, 他还是想纠正教育那几个人的想法, 看雷翁正义又坚定的表情, 凯姆也只能妥协, 当天两人就约定要一起当探索者, 去看一看更广过的世界, 做最强的探索者, 但正确的是, 击退恶魔守护大家, 雷翁被凯姆的热情感染, 终于还是握住了他的手, 之后两人顺利成章组了队, 又招募了另外两位队友, 也经历了重重危险和困难, 但每一次凯姆都相信着雷翁, 雷翁也信任凯姆, 所以面对危机, 他们总能迎难而上并顺利解决, 连森林邪龙都击败了, 队伍也彻底打响了队伍的名号, 可这个名号并未流传出去, 不知不觉大家都以雷翁的异能天意之名, 称他们为天意骑士团, 凯姆一直都清楚, 得天独厚的人是雷翁, 鬼出人投地的人也是雷翁, 他知道雷翁今天难得那么义气用事, 可能是因为嫉妒诺埃尔, 毕竟他们进入那家酒馆, 用了那么多年时间, 诺埃尔一个出出茅庐的探索者就赶进去, 并且还以那副狂妄的姿态, 雷翁被凯姆这么一说才意识到, 原来这种感情是嫉妒啊, 不过属于他们的机会也已经到来, 凯姆拿出了前几天从探索者协会寄来的信, 说协会要求有实力的队伍尽快创立战团, 他们队伍也早就拥有了成立战团的实力, 另外三位成员也都有这个意思, 直接就定下了, 他知道自己也是个花瓶, 但凯姆安慰他, 他这个花瓶对他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啊, 然而第二天, 两人去提交战团申请去被驳回了, 监察官回绝他们的理由跟当初对诺埃尔说的一样, 还表示他们协会从未寄出这样的信件, 可能是某人的恶作剧吧, 说完后就要赶客, 可雷翁诚恳请求他给予他们一个机会, 没想到老爷子真同意了, 让他们接受一场考验, 讨伐协会指定的恶魔, 只要达成要求, 就批准他们成立战团, 而讨伐的目标是深度8的摸眼飞飞王, 比他们之前讨伐的深度7的森林蟹龙还要高一些, 雷翁本来还有些犹豫, 不过被开幕提醒, 反正之后也会遇到这样的对手, 就当提前了, 便干脆地答应了下来, 紧接着监察官才告诉他们, 上一支被驳回成立战团申请的队伍, 也求他通融一下, 所以协会决定看两支队伍谁能达成考验, 就让谁成立战团, 说完后诺埃尔就进来了, 而两支队伍的比拼也即将开始,